王小姐 ゆ鴻 你小时候最想 想你长大之后 想要做什么 小的时候 就是画画 真的 从小就是画 因为我妈妈是画画 就跟您是同学 她把我带到农村 因为她下放 把我带到农村 然后就给一些纸笔 就在屋里画画 她就去农村干活了 去外头干活 所以我就从小就是画画 所以 就没有其他的想法 没有机会接触别的东西 所以就觉得好像应该画画 那么你觉得 对你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或者一件事情是什么 太多了 太多了 你说一个最重要的 对你影响 一个最重要的影响的人 我想应该是我老了 对我影响非常大 她是一个没有 没有读过书 就是就过去的那种妇女 缠足的妇女 但是她的所有的孩子都是 她一点点工 工着上大学 就她非常特别坚强 而且她那个年代 我就想 如果拍成电影 就是一个很 太丰富的年代 就战乱嘛 那个时候抗日战争 然后她就跟着全家 带着孩子什么 抛家舍业就往大西北去跑 然后在西北的农村 住上房子 也养活那孩子 后来战争结束以后 才到了西安 在西安就固定的生活下来 然后我是在西安出生的 所以我很小 我两三岁之前 都是我姥姥带打的 虽然记不住什么 很具体的事情 但是 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坚强的人 她就是当时你母亲在线 那个时候她做什么 她是家庭 就是家庭主妇 那你老爷是做什么 我老爷是一个教授 就是教那个古音韵学 古汉语的 所以那个时期的教授 都是在外头监客嘛 都是在就战争时期 外头监客 所以家里就等于 就是就我姥姥一个人 带着一群孩子那样生活 你觉得她对你的影响 主要是做人这方面 我觉得是做人 就是她是一个能够 能屈能伸的一个人 你现在 你如果回想起 你十年以前 和现在相比 你觉得你有很大的变化吗 我好像一直没什么变化 我觉得 我当时年龄增长时候 会有变化 就是人的状态 没有太大变化 就是一直还是在画画 在进行创作 然后也在教学 我一直特别怕变化大 有一点拒绝变化 就是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太大了 每天都在变化 发生那么多事情 新的技术 新的媒介 这么多东西 我是觉得有 这世界有一点点不变的东西 是比较好 我希望多一点不变的东西 那如果说给你一个可能 你选择另外一种职业 你会还是选择做艺术家吗 还是会选择别的吗 我觉得如果我从小 有可能接触别的东西 也许会 会 去选择别的行业 但是 没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在 我小的时候 学习 会画 其实就已经很难了 就是 买一些纸笔 在文革时期 也并不是说 每一个家庭都能够 去负担 而且要去 比如说去少年宫 去读书 要买一个月票 我记得每个周末 去少年宫去学画画 就在那个时候 其实是一个挺奢侈的 一个爱好吧 现在当然不算什么了 但是 还是那个时代 真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时代 就是 能有机会接触艺术的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现在如果想 你如果希望能够有一个 另外的才能 你希望能够有什么才能 我希望有运动方面的才能 因为我运动一直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很羡慕那些体能 那种 比如说登上一个什么雪山 这种 我觉得那是特令我向往的 一种生活 但是这个生活离我特别远 谁是你最崇拜的人 最崇拜的人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像一个偶像一样的一个崇拜 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名字 你会觉得很想 比如说小的时候一定会有 比如说梵高啊 贝多芬 就那时候老在读那种 英雄式人物的传记嘛 会有很多 但现在到这年里 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 一个像偶像一样 我觉得还是 比较踏实地做眼前的事情 能把事情做好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除了画画以外 你还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吗 特别的爱好 我好像已经都没有时间有爱好了 音乐啊电影啊什么这些 都是有兴趣 但是比如说读书啊 看一些片子啊什么 这都有兴趣 但谈不到一个很专业的 很深入研究的这样的一个 可不可以说你最近对你印象最深的一个电影 或者一本书 最近的一个电影 我印象比较深是海洋 就是前些日在院线上在放纪录片 好像是一个法国导演吧 拍了花了若干年在拍的海底世界 他的那个能够看出 他就是心非常静 就是在拍那些海下 水下的那些那些动物啊植物啊 拍的非常美 场景非常美 但是整个这个大的命题 大的这个主题是一个环保 就是你看完一个很美的一个场景 一些场面 但是内心会很沉重 就对于生命也好 对于环境也好 会有好多思考 我觉得是一个挺值得看的一个片子 我给我的好多学生都推荐看这个片子 所以你看电影 如果说你的兴趣啊 在电影你会比较 不喜欢那种剧情性的那种 就是说科幻的 或者是悬疑的那种 不是太喜欢 也还好 我其实看的挺多 我看电影大部分是陪我女儿看电影 什么那个哈七什么这种的 哈利波特什么 看的也挺多 这几个片子都看了 但我自己喜欢看的 我觉得是这个像海洋这一类的片子 就是有非常深入 对这个某一个领域 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而且不仅仅局限于这个领域的 这些事情 而是有更多的一些 对于生命的思考 我比较喜欢这样的片子 我希望她就是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职业 这个职业是喜欢的 不是仅仅是为了生存 为了挣钱 就是既是这个职业又是自己喜欢 又能够维持她的生活 这是挺挺不容易的 因为大部分的人工作是为了就仅仅是为了生存 所以能够把这两者兴趣和生存结合起来 我觉得就很不错了 你现在还看不出她大概会造什么样的路 她对 她的问题就是她太全面了 她什么都学 而且学的也很好 就是数理化呀文科呀都非常好 然后那个美术 美术也在学 学一些美术基础啊 也有兴趣 但是我觉得这一代的人 就是90后这一代的人 他们的机遇很多 然后能力也很强 就是可能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 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就比我那时代 因为我就没有选择 我就天生觉得我应该画画 因为我没学过别的东西 但他们不一定 他们学的东西太多 他们就要花很长时间 去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但是你并不想去影响她 我想让我少影响她 但是这个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她从小就是在各种开幕式里长大的 比如她现在最不爱看的就是展览 因为从小就是在看展览 所以她不太可能会也成为一个画家 不知道也许会 她其实画得很好 很会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